有人上訪問你的8號仔 聽到你說買了 即是有了 他就想問你是多少錢買 不知道你投不投落 他說你猜他買資產 是否想谷娛樂業務 還是部署之後發一間公司 是否可以收集定 如果8號和6823有怎樣選擇 這些問題都不停地循環 你經常聽到這些問題 8號仔 再重申一次 如果大家有印象 應該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有很多資本動作的8號仔 將營大的股份賣了出去 派了出去 然後李澤佳就增持了 有個業務就賣了給623 有一點想脫離有些東西 然後想有些大動作 當年有人說會不會注FWD 應該不會 FWD自己上 就是保險 但是這麼大的動作 你怎麼都會覺得他有些東西搞的 我想我自己買 其實都不是便宜的 我都是4元樓上買的 現在有些盈利 說真的 8這幾息 我又覺得坐得舒服的 還有有前景 炒前景 你炒MIRROR 都夠了 我覺得這樣東西是OK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分散投資的話 買一些8號仔坐下就無妨的 看圖都告訴你 都還是很強 至於你說623和8號仔怎麼選擇的 兩隻的話我覺得 你兩隻就買完了 623我也有的 623我覺得作為收息股就更加之好的 因為它真的股價是很平靜的 平靜到它這一年半左右 可能只有一元上落 這些就是收息股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股價真的千萬不要太波動 還有香港電訊 你看它這麼多年都是增加排息的 這個也是作為收息股最重要的一個賣點 所以如果你叫我兩隻選擇 我就決定兩隻都買了 是啊 兩隻都買 那價位有沒有說 哪個心水才好 還是你說這些持有中常市沒所謂 我覺得如果你說要價位的話 我通常可以這樣回答 你看回股息率 你覺得623現在現價的股息率 就是大概6.8厘 你覺得舒服的就先買一住 慢慢分住買 月供 你說我不舒服的 我覺得6.8厘太少了 你就算好 下到7厘的時候你才買 我想這些就因應自己個人的想法 或者個人的條件 目標 是